大家好,我是小五 最近有朋友说做发糕好难 今天分享一个最容易成功的做法 发糕的材料非常简单 只有面粉,红糖水,酵母 咱们先把红糖水放到一边,倒上酵母 接着把酵母和面粉混合均匀 加红糖水之前,咱们搅拌一下,防止没有化开 接着把所有的红糖水全部倒到面粉里 这样才能一次性把面和好 再者,咱们和的时候,把周围的面粉往里扒就可以了 这样和面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让面糊里面没有那种成块的干粉 如果说和面的时候一次性没有和到位 里面有夹杂着干粉块 蒸好之后我们切开,就能很清晰的看到那种干粉块在里面 像画面中这种状态,我们的发糕面就活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,放到盘子里 手上沾上一点油,把它铺平 直接按压铺平之后呢,我们就不需要再把它震出来气了 直接发酵30分钟,然后把气泡用签子把它扎破 直接放到蒸锅里面,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起来是不是比较简单呢?喜欢吃发糕就赶紧试试吧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分享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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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